哈喽大家好,今天继续带来李准基主演的爆款新巨恶之花第二集,故事开始就是诡异的一幕,阿强偷偷学习各种关于表情的知识,很快就掌握了,幸福时应该怎样微笑,一转眼,这个笑容就出现在阿强面对阿真的时候,阿珍完全没有怀疑,不过,百密还有一书,阿珍发现了昨天阿强和波哥喝茶时打碎的茶杯碎片,阿珍知道阿强对讨厌的客人都是请喝冷饮, 希望快点打个调,是对好朋友才会邀请喝茶慢慢聊,偏偏阿强的朋友又不多,阿珍好奇地追问昨天的访客是谁,阿强晃晃秤是来往不多,关系还行的,初中同学暂时蒙混过关,画面一转,警方遇到了一起棘手的案子,死者大拇指指甲被拔,小白猛然想起波哥报道过的,那个连杀欺人的杀人魔也喜欢拔人指甲,这个案子因为侦破后发现凶手其实早就死了, 警方迅速结案,没有后续的公审环节,而且案子发生在02年,而那年刚好有世界杯,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所以没有太多人知道,小白也是阅读了波哥写的专栏报道才知道的,听到这里,阿珍心里一惊,凶手竟然在模仿18年前的案件手法犯罪,紧接着,镜头马上给阿强,单萌的波哥苦口婆心,劝他不要再错下去,阿强感慨道, 18年前,你我的处境恰恰相反了,当年,阿强因为是杀了魔的儿子,没少被欺负,波哥也是其中一员,阿强告诉波哥他寻仇来了,波哥还没干的裤子又是了,阿强安慰,波哥别紧张,如果他真的想干点什么,肯定会先往地上铺,方便毁身灭迹的塑料膜,波哥哀求阿强放他一条生路,阿强提醒波哥,自己是和爸爸一样的人,没有同情心,波哥马上老实了, 阿强拿出波哥的手机,逼他向报社报平安,这下暂时不会有人怀疑波哥突然失踪,打完电话,阿强带给波哥两个劲爆的消息,波哥湿漉漉的裤子,再也别想干了,当年的阿秀就是今天的阿强,另外,当年的里长也是阿强杀的,画面返回到李长的死亡现场,姐姐美丽让阿强交出手中的刀,阿强只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的心情好棒啊, 说完,表情渐渐变态,与此同时,法医对新发现的死者完成了死亡报告,死者玉姐脖子上的绳子没有对皮肤造成压迫痕迹,只是一个装饰,致死原因是身上的伤口造成的失血过多,另外玉姐脚踝在死后被凶手弄骨折,大拇指指甲被人取走,法医还在死者手上发现了可疑的残留物,警方成立了调查小组,阿珍觉得是模仿犯罪,很快他和后辈小白一起有了重大发现, 罪犯的作案手法和波哥报道的非常像,但波哥报道的并非真相,很多警方未公布的细节,他都写错了,比如当年那些死者脖子上的并非绳套,而是某个品牌的大型犬牵引绳,受害者的脚踝情况,也并非是报道中说的骨折,而是根根见割裂,也就是说,这次作案者根本不了解前辈的手法,更像是被波哥的报道给误导了,另一边,让胡总走访了,和玉姐往来密切的社会福利师小组, 玉姐的儿子,是个没良心的烂毒鬼,平时都是小红去照顾玉姐,玉姐也很感恩,生前捐了很多钱给福利院,老胡二次走访小红的时候,赶上玉姐的烂毒鬼儿子来找茬,他欠了一屁股债,到处找不到玉姐的存折,应急,只能来问,和玉姐最亲密的小红,老胡赶走了纠缠小红的烂毒鬼,他从小红这里得知, 出事前一天,玉姐还在电话里问,小红遗嘱要怎么做公正,玉姐不信任儿子,却信了一个外人,那个烂毒鬼顿时引起了老胡的怀疑,画面一转,阿强和阿珍的女儿小夏,在幼儿园出事了, 她因为喜欢同学的娃娃,未经允许抱了一下,被同学打出了鼻血,阿珍最先赶到幼儿园,她表示, 小孩打架很正常,希望打人同学的妈妈,能让孩子向小夏道歉,对方妈妈认为这次是小夏手脚不干净,坚决不肯道歉,这时阿强也到了,她先是自己诚恳道歉,接着又强迫女儿道歉, 你俩气把母的不行,阿强读到阿珍生气的表情,赶紧陪礼道歉,哄老婆,这时,阿珍接到法医电话,检测发现玉姐手上的残留物是口红, 阿珍明明记得玉姐没化妆,顿时疑心大作,将女儿交给阿强,自己则赶回警局,阿强开始努力哄小夏开心,她解释自己这么做,是想把女儿塑造完美人设,这次的事件之后,看似胜利的打人同学一定会被大家讨厌,阿强还偷偷扔掉了打人同学最喜欢的娃娃,谎称是那个同学自己倒霉弄丢的,小夏这下终于开心了,另一边,老胡找到了玉姐,把钱全部捐给福利院的遗嘱, 阿珍也赶回了警局,她怀疑欲姐立遗嘱时,因为没有印你,于是借了凶手的口红来盖纸印,后来,虽然大拇指上的口红被擦掉了,但指甲盖里难免残留,所以,犯人干脆拔了死者的指甲,伪装成是对喜欢把指甲的强霸的模仿犯罪,犯人的身份被缩小在女性范畴,老胡猛然想到了小红,也是她误导老胡遗嘱的事,去怀疑烂毒鬼,接着大家兵分两路,阿珍去找小红,小红一口咬定, 自己是清白的不承认,好在老胡那边有了进展,查看小红家的电梯监控时,发现她回家时,把外套反过来穿,很显然是沾到了血才这么干,也就是说,小红把有血的衣服,指甲这些证物带回了家,老胡想起小红之前误导她去找烂毒鬼时,为了假装悲伤,还说过她那天看到了流星,小红把这当成是欲姐对她的告别,老胡马上跑到视野开阔地看流星的天台,果然在这里,找到了藏起来的证物, 阿珍接到老胡的电话,这下铁证如山,小红终于栽了,但她还是不慌不忙地说道,让我化个妆再走吧,我平时都化妆,今天我假装悲伤才没化,我在书上看到外貌,会对量行有影响 就这样,小红说起了她的故事,欲姐住的地方很偏僻,身为社会福利师的小红每次都要爬很长的楼梯,痛苦不堪地爬楼梯,造成了她最初的杀心 那天欲姐立完遗嘱,感慨儿子指望不上了,但她很憧憬小红每天来看她的时光,小红想到每天要爬楼梯,终于疯了,造下杀孽,你没听错,因为每天要爬楼梯,所以杀了欲姐 阿珍对这个草率的理由感到震惊,小红回应道,据说像我这样的人占了三分之一呢,说不定你的身边也有偶 紧接着,小红突然袭击阿珍,划伤了她的脸颊,小红叫嚣着阿珍看她厌恶的目光,让她很不爽,一击不成,小红马上自首手 这个渣女自以为很懂法律非常嚣张,结果被老江湖阿珍狠狠教训雷顿,嚣张的小红只剩乖乖求饶 画面一转,阿强调查波哥的学生物品时,盯着一个视频发呆 接着他被波哥笔记本上的一个名字,天津犯吓到了,马上提审波哥,得知天津犯看了波哥写的杀人魔报道 和波哥约了今天见面,说是要爆料,阿强赶紧带着手机前去赴约 他在电话里,伪装成波哥,谎称自己有事来不了了,只能电话采访 原来,阿强消失的最初三年,曾和这个天津犯是工友 阿强总是向天津犯学习喜怒哀乐的表情,他好像没有人类最基础的情感 后来,天津犯为了把阿强打工的钱占为己有,袭击了他 两人从此变仇人,再也没联系 最近一个月,每天凌晨四点,天津犯都会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告诉天津犯一直在等待他成家立业,最幸福的时刻 现在时间到了,天津犯能想到的仇人只有阿强 看完波哥的报道以后,天津犯更觉得是继承了父亲杀人魔特征的阿强来,找他报仇了 天津犯恳求波哥能帮帮他 阿强伪装成波哥,谎称天津犯害怕的那个阿强已经死了 天津犯直呼死得好 这种杀人逃亡的人渣,活着也是毫无意义 听着这话,阿强脸上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之后,阿强去找假妈妈老白,买了安眠药 然后又马不停蹄去接阿珍下班,时间来到晚上,这一夜雨下得很大 一个穿雨衣的神秘人,去购买了强霸杀人时使用的同款大型犬牵引手 此刻,天津犯还不知道大祸将至 看着波哥写的报道,又给波哥打了一个电话 虽然没人接,他还是留下了电话录音 天津犯表示,自己最近听说,阿强是和强霸一起犯下的连环杀人啊 这时,他突然看到了杀意腾腾的羽衣神秘人,天津犯对着电话惊恐地念起阿强的曾用明 阿秀,他果然来找我报仇了 天津犯说完这些,就把手机藏了起来 最终死于神秘人之手 神秘人作案后,来到一个秘密据点 墙上贴满了对连环杀人魔墙霸的报道 这一幕无比甚人 画面一转,凌晨3点30分 阿珍昏昏沉沉地醒来 总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睡得很香 大半夜的阿强不在身边 阿珍有些奇怪找到了客厅 这时,家里的门突然被打开 一身雨衣,一脸肃杀阿强走向了阿珍 本集完,可怜的玉姐儿子不孝 照顾自己的人,也一扭曲黑化 但比这些更恐怖的是小红的种种表现 她和阿强一样学习表演,情绪 伪装自己是个普通人 还提及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想想生活中还有多少像爬楼梯一样不起眼的事 却在特殊的时间点对特殊的某些人形成黑化的暴击 简直细思极恐啊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 却让你崩溃,痛苦不已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第二集的悬念全面铺开 真的是全程无尿点啊 咱们下期继续烧脑解谜追大片 记得点赞哦,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